这个渣女是真的渣到家了 我遇到了一个渣女 颠覆了我的三观 我赔了钱 还认为是我的责任 活该 床头车有六哥 最近认识了一位女朋友叫小霞 二人感情升温非常快 六哥是经常出差的 所以说每次只有三天时间在一起 今年5月20号 正好六哥也在外出差 于是二人通过微信 过520 两个人在文字中 亲亲窝窝 互数中长之后 小霞对六哥说 我非常爱你 我离不开你了 现在最怕你六哥出轨 要求六哥出一个出轨保证金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六哥出轨了 那么这个保证金就不给你了 六哥讲 你还不放心我呀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不会出轨的 不用交保证金了吧 但是人家小霞怎么讲 我太爱六哥了 我生怕你出轨 我离不开你 我怕没有你 所以说你交保证金 我安心一些 放心一些 几经讨论啊 六哥决定交保证金的 但是六哥一听到 出轨保证金的数字 把他给搞懵了 吓了一跳 小霞 居然叫六哥 交五万块钱的保证金 同时过五二零 还给他两千块钱的红包 一起是五万二千块钱 小霞讲 保证金越多 就说明他越爱你 小霞呢 巧言花语 在那里劝说六哥 六哥一看 小霞这样爱他 于是便拿出手机 将钱转给了小霞 一共是五万二千块钱 钱是分两笔转的 第一笔呢 是两千块钱 第二笔呢 是出轨保证金 五万块钱 小霞秒收钱之后 就消失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呢 可把六哥急坏了 怎么联系 都联系不到小霞 直到昨天晚上 六哥联系上小霞了 当时六哥非常生气 就说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外面有人了 如果你不爱我的话 你把我给你的 出轨保证金 给我吧 但是没想到 小霞说了一句话 出轨了 出轨保证金 不退了 六哥忙说 我没有出轨呀 我一直很老实 我忙于工作 一心有你 怎么会出轨呢 但是小霞说 出轨不是单止 你六哥出轨呀 这一下 把六哥搞不明白了 什么叫 不单止 我六哥出轨呢 六哥心想 难道是你小霞出轨了 出轨保证金 就不退了吗 这个出轨保证金 可是我六哥交的呀 于是 六哥对小霞讲 这个出轨保证金 是我出的 是指我不出轨 如果我出轨了 那么保证金 就没有了 你出轨了 与这个保证金 有什么关系呢 你如果不爱我 必须把钱退给我 二人呢 别在微信里 吵来吵去 最后 人家小霞干脆 把六哥的微信 给拉黑了 这下 六哥傻眼了 六哥意识到 遇到了一个 真正的大人 人在风里 人在雨里 人在爱的岁月里 漂流 你我不能冲头 不能停留 不能抗拒 秘密作用 像枕头为爱 带的枷锁 熄灭为爱 点亮的灯火 一个破碎的缘 破碎的美梦 留它有什么用 无奈 人在风里 人在雨里 人在爱的岁月里 漂流 在风里 遇到了一个 小霞 Bo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